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妆年度铁皮 差不多370天以前我立下了一个宏伟的志愿 想要铁皮一些产品 经过了一年的等待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如今怎么样了 首先年度铁皮之 第一个铁皮 就是我们IPSA的黑色的这个粉霜 有的人看见可能要说了 哎呀呀呀你这里面没有用完呀 我只剩了一次的用量 我为什么要剩这一次呢 是为了之后买别的粉霜对比 我到最后它用的不剩什么的时候 我都已经刻意不再用它了 因为舍不得 这个粉霜真的非常好用 它是我需求的那种遮盖力非常强 非常适合混合机 然后能有奶油装效 只要不大出油 就不会有大灾难的这种粉霜 价格虽然有点高 但是它会赠送一个刷子 一只刷子非常非常的为它增光天才 除了你必须要用一两次就洗一次以外 要不然就会有刷痕 除此之外用这个刷子上它 简直就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五的效果 这个用完甚至有那种想要立刻回购的感觉 第二个用完的是 Makeup Forever的这个经典款的定妆 喷雾 它用下来是那种 喷完不是哑光的 也不会为皮肤增添额外的光泽 就好像单纯的把你原本的粉底给成膜了 会让粉底更持久 但是喷头有点一般 注意一些喷的方式方法 然后妆前妆后也都能用到的这么一个喷雾 包装很朴素 但里头的液体确实还不错 第三个用空的你们看 听到了吗 用空了一块这个CT的蜜粉饼 我有往它里面配自己配一个这种小小的粉铺 它现在呢 就是用它来定妆 这种大的粉铺已经占不到什么粉了 所以有时候啊 就只能拿这种小刷子沾一点边上的 就晕染一下眼影边界呀 或者稍稍的补一下鼻头啊 个别地方这样的妆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算是用完了 我觉得它特别好用 特别是今年价格有大跳水 以前好像是要三百多四百块钱 现在只要两百左右嘛 定上的感觉就是皮肤是细腻的 但是又不会过于的增白 外出鞋带特别方便 只有这么薄薄一点点 还带一个小镜子 然后你自己买一个这种薄薄的粉铺 放进去就好了 特别喜欢 也是想要立刻囤两块的那种东西 接下来用空的是一个唇蜜 它是Hayden的内心系这个系列的色号叫做白皱梦游 我自己平时不拍视频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素颜 或者说是简单的拍点气垫 画个眉毛涂个口红 稍微增加一点气色 这只我能用空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日常 它的颜色是这种 饱和度非常低的 然后带点奶茶色调的粉性色 它带的这一点点奶茶色调呢 涂在嘴上 会把就是它整个皮肤的色调 往中性色调稍微的拉一拉 正好就是不会让我的皮肤显得很黄 然后素颜也是很协调的这么一种状态 反正我就是不知道涂什么的时候就涂它 肯定没错 然后出门的时候也经常带它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注重这个 唇部是在一个滋润状态的 有一种唇部没有润唇膏覆盖 就很难受的病吧 然后平时出门非常喜欢带它 就是因为带它能在这个滋润的同时 又不突兀的抬一下这个气色 就非常的一举两得 再来欣赏一下这个空管吧 感情都在里面了 哇 接下来又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东西 是我用了两年 才用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年前它是什么样子 反正现在它的全部就剩这么多 这个颜色呢是CT的那个 Walk of Shame 现在的颜色叫做Walk of No Shame 就是你别看这一丢丢就当它用完了吧 因为你要再涂的话 这一丢丢可能还能涂个七八九十次 它是这种玫瑰豆沙色 对我来说我用它之所以多 就是有时候呢 我不是特别会搭配这个妆容 眼影啊腮红啊口红怎么搭配 尤其是口红跟眼影这边协调不好 因为我腮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色系嘛 然后呢就搭配不好 不知道搭什么的时候 我通常就会使用这一支 它是属于干用不往下下的类型 觉得我涂它还是挺自然挺协调的 这么一种状态 可能是不是我平时本来就长了一个成熟脸 然后今年还有一个用到铁皮的 就是这个彩糖的粉底液上面的这块遮瑕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颜色呢 就刚刚好我如果想遮什么豆豆啊什么的 跟我的肤色刚好匹配 比肤色暗一点点 然后你涂完它再盖上粉底的话 就感觉这块遮瑕它的黏度 它的附着力 它盖的遮盖力和那个颜色都蛮适合我的 所以比较多用 其实用到这样已经很可以了 因为它毕竟只是遮豆豆用嘛 我要是这个都能用空的话 我脸上都有多么可怕的豆豆 然后今年还用完了 应该有三根 但是我只能找到两根的 PAMAKE的内眼线笔 它这个内眼线笔呢 我用了两支这个棕色 用了两支这个浅棕色 我个人会更喜欢这个浅棕色 都已经是凝不出来的状态了 然后涂到那个塑料的部分了 我觉得非常好用 就是涂上去是很顺滑 然后颜色也很轻易的能附着在眼皮上 不像有的眼线笔会滑过去的 你的眼睛感觉到有点疼痛 但是没有多少颜色留下来 它不是的 它会大部分留在你的眼皮上 然后你会感觉到 它是会有一点点厚度的那种眼线胶笔 这可能也是它用的比较快 我能用完三支的一个原因 然后我自己用下来我觉得非常好用 接下来有买同类型的产品替代 我觉得我新买的那个颜色是很好的 但是涂上去的那种顺滑感 其实是不如它的 所以还是有一点想回购这个 今年有用完两根眉笔 都是这种很细的 一个是雨集的 因为年中的时候我染了头发嘛 然后用这个雨集的05号 是正正好好的 然后后来呢 这个用完了 我就买了花洛丽亚 花洛丽亚的 我觉得包装更好看一点 我不知道这是几号 反正它各个色号包装不一样 就是这样包装的这支 对我染的这块头发的这个颜色来说 它用上也是刚刚好的 这两个我觉得都很好用 然后相比之下 雨集的稍微硬一点点 如果你不是特别特别在意 硬或者软的话 我觉得买花洛丽亚的就OK了 因为它毕竟只要10块钱嘛 有时候还能有个 22块93根 类似这种价格 非常的划算 我自己也有回购几个 但颜色都太深了 像我今天 眉毛上也是用的那个 雨集的眉笔 但是是用的黑色头发用的嘛 我就想家里还有几个眉笔 也把它们画完好了 然后有一个重头戏 我用完了一盘 非常厉害的眼影 我自己觉得用成这样子 非常对得起这盘眼影了 当当 爽不爽 爽不爽 你看我跟你讲 我第一个用完的是这个深的色 然后我会用它做眼尾加深 还有下眼线 嗯 这样子 非常好韵染 但是这盘会有点飞粉 然后第二个用完的呢 是这个色 我经常会用它做轮廓色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打底色 它的粉质摸起来是很绵密的 呃 用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飞粉 然后你看我这一盘 其实其他有几个颜色 也有非常明显的使用痕迹了 然后我今年可能上半年 哦 不止上半年哦 一直到可能 双十一之前嘛 这都是我非常高频率使用的一盘 哇 它飞粉也是它铁的快的一个原因 如果它不飞粉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到现在还没有铁皮 这也算是我自己啊 用眼影历史上铁的最成功的一盘眼影 推荐给大家 3CE的 Overtake 有没有想到我还有铁皮的眼影 就是当当 Color Pop Sweet Talk 这一盘的 很不明显啊 这个色 这一盘其实其他色我都不太用了 因为画出来的 颜色会是非常饱和度 高一点的粉棕色 我觉得呢 会显得眼影有点突兀 然后我下半年比较喜欢这种低调一点的眼影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亮片 真的是 很难替代 也是我留下这一盘的原因 它是土豆泥质地的 但是不会干 然后非常的闪亮 有时候呢 别的亮片不够亮 或者是别的亮片 颜色就不是这么浅 会有点偏黄啊 偏棕啊 它就不能卧蚕 眼头和中间都用的时候 我就会拿起我的这一盘 然后涂它的这个亮片色 功夫不负有信任啊 中间终于铁皮了 你知道当一个东西铁皮的时候 它肯定五环的地方 就是下去的少 四环下去多一点 一直到二环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底下铁皮了嘛 其实这样 如果你做一个导模去称重的话 我感觉这一块眼影的重量 应该已经少了一半 所以是表面上是一个小小的铁皮 实际上是用完了半块眼影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了 你们觉得呢 我还用空了一个 CLEO的这个睫毛膏 已经非常不好涂了 而且这样站的时候很宽松 站不出来多少膏铁 所以就是用完了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用 就是半年一支这样的吧 我这支用的有点超过半年了 你们不要学我 这样是不好的 然后我还有用完一支 这个Love Liner的眼线笔 这也是我买它家的第四支了吧 有一支蓝色的没有用完 像这种深踪浅踪 买了好几个的都用完了 嗯 我不知道是没水了 还是怎么样了 它画的线条是非常利的 然后出水不会过多 也不会反光 但是现在每次呢 就是刚打开的时候 你画可能前几笔是OK的 然后再多画两笔 它就会不出水了 所以我理解这就是用完了吧 也用了非常久 我觉得加起来 已经画了有几米的眼线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 算是我暂时用到的 眼线液笔里面的 还是No.1 然后我也会更喜欢这个颜色 我还有这个颜色的 但我觉得上面的这个 会更百搭一点 这个棕色有点 涂上接近于黑色的那种 这个呢就更加自然 感觉整个人的眼神 更加温柔的感觉 看一下自己的这个需求吧 那么我经历了四年 应该四年都多 然后用空了 这样整整一块 Mac的这个Omega的这个眼影 其实是把它用修容 我基本上呢 用它就是做鼻影修容 你们知不知道 这样一块小小的 一点几克的修容 要用四年多的时间 才能用空 其实它后来用到 一半时候碎了 我又把它重新压盘了 重新压盘以后 铁皮子就非常快 然后现在呢 边上即使是用这种 很小的刷子 也不是特别好取粉了 就用不下去了 我觉得用了四年嘛 肯定不合适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能替代的产品 非常多 我不会去回购它 特别是不会回购它新出的 那个五点几克的 这么大一块 那简直就是 这辈子都变成铁皮 以这个进度来讲的话 我用那块 岂不是得用12年 认得这块修容膏 大家会想 你这个怎么 根本没有铁皮啊 为什么说你已经铁皮了呢 因为这是我的第三块了 铁皮的是第一块 和第二块的 这个膏状的部分 但是那个 我已经断舍离掉了嘛 现在就掏不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 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它新版有 稍微调整一下 这两个的颜色 感觉就是整盘 是无鸡类的一盘 然后这个膏状 我觉得比较适合 完全不懂任何手法 或者画不好修容的人 比如说我就 所以我会经常用它 然后它也非常的 带给人成就感 就是让我这个铁皮的数字 蹭蹭的往上涨好 它就两块 这个要努力 我多用几次的话 肯定会出铁皮 它特别容易出铁皮 那第二个部分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2021年计划中 要完成的一些部分 说的好像 也许我记错了 但是我有提到 那么10样产品 他们用的怎么样了 第一样 我说我想要用完 这个Makeup Forever的 定妆喷雾 现在我用完了 果然是一个 说到做到的好up主 第二样呢 我说因为它贵 所以我一定要努力 把它用完的 Tom Ford的圆管粉底液 总共要用完 才对得起它的价格嘛 对吧 顺便说一句 佳琪直播间 这次三八的活动时 买一个这个 送一个气垫 可是我已经有了 我觉得它妆感 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不太持久 然后整个粉底很轻薄 涂在手上会有点颗粒感 但涂在脸上是没有的 然后有一股薰草的味 这是它的所有特点 我不记得一年前它什么样 反正现在它还上了这么多 不像一个特别明显的进度 因为我用的比较少 第三个我说要用完的 就是BECCA的水散粉 那个水散粉线已经被我扔了 因为它我用到快用完的时候 我实在实在实在忍受不了它的 就像一对感情不和常年吵架的老夫老妻 已经磕磕绊绊的一起过到了86岁 但是还是受不了要离婚的这么一种状态 还是要用完一个BECCA的妆钱 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小黄瓜味的 然后我不知道当时给大家看进度到哪 反正先预告一下吧 我今年很少用妆钱 所以它也就是这个样子 嗯 就 还 不知道说什么 解释不出来了 之前说想要用铁皮倩逼的这个19号腮红 先给大家说结果吧 你们看 就还有 不多就铁皮了 也许就在下一次呢 对吧 我曾经嘛 有用一年的时间铁皮过一块钱币的05号腮红 当时给我铁皮的感觉 我觉得就用点彩刷炫几下 然后上脸 再炫几下 再上脸 然后它就一年时间就铁皮了呀 是挺扎实的 不太非粉 但是也不至于说 完全用不完 但是这个19号 我不知道是重量增加了还是怎么了 它为什么就 怎么刷都刷不完呢 我基本上 90%的时候腮红都用这一块 已经两年多了 但它还是 有这么多 然后我觉得只能说是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已经有点大凹了吧 这边花瓣的位置非常薄 但是 为什么它就是铁皮不了 从侧面看的话 感觉离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巨花 你咋回事啊 我之前说想要铁皮3CE的这个Overtake Look 这就是成果 由于我2020年底 到21年头的时候 特别爱使用Huda Beauty的这一盘 所以我当时在视频里说 我喜欢这一盘 我希望我今年能多多用它 这两盘都能给它铁皮了 但是没想到现在啊 嗯 后来用的没那么多 但是也在用 但是大家看看 这算是有事发生吗 有事发生吧 但是这个事不多 两个人中间的羁绊 还不够多 特别奇怪 我上半年的时候 用这盘用的蛮多的 我想用水逆盘 然后就没有怎么水逆 但我下半年用这个用的少 感觉下半年还挺水逆的那种状态 看来还是要多多用你 赶走水逆 你有信心做到吗 胡达 嗯嗯嗯 好 那我们就答应他的请求 我好像还有说 嗯这个很容易用完 就是Fenty Beauty这个 嗯显然是没有用完啊 但不怪我 他身材太娇小了 因为个子矮嘛 就被别的个子高的唇又挡住了 然后他就藏起来了 然后他今年就有点自闭 我就没有怎么看到他 直到复习我那个去年的雄心壮志 才想起来他 然后他就被遗忘在这个角落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没有用完他呢 不只是我的问题 也有一个他的情绪问题 需要调节在里面 然后我有说 今年好好的用他 希望在某一次跟大家汇报中 就能看到他铁皮了 因为当时我比现在年轻嘛 难免会说一些雄心壮志 但现在我成熟了那么一点点 比当时大了整整一岁 所以就要诚实的面对 这一盘的话 确实没有铁皮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这个现在用的是比较凹了 但是距离铁皮还是有一个期限 如果给这个期限加上一个时间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 一万年 就到了今天视频的 part 3 就是有一些东西 我想跟大家记录一下进度 就是我今年呢 没有把它用空瓶或者铁皮 但是我也用了非常的多 与此同时 记录进度的同时 我也在里面选取一些宝贝 作为我们2022年的铁皮计划 肯定是我们这个 makeup outlier的这个粉底液 我今年很努力 把它从一个新的 用到了上半瓶 特别整的半瓶 不知道为啥 这个粉底液特别不挂臂 但是它挺挂脸的 天呐 难道是我的皮肤粗糙 而这个臂很光滑 Oh my god 你伤害了我 我会把你用完 我还想用完一个粉底液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不太切实际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比较有进度的几个粉底液吧 一个是CT的这个 你看 剩这么多 但是它我不是特别有信心 因为它太遮瑕了 你就挤一蹦 全脸就像脱的遮瑕膏一样 所以不一定能用完 也许还是Tom Ford的这一个 然后也许呢 我最近新买了一个 香提卡的这个粉霜 我只用了一次 但是我发现它有个特别大的优点 它用量特别费 你叠加个四五次 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遮瑕 与此同时 还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妆效 但是粉底液呢 又用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 没准铁皮 明年在这里 肚子空空跟大家见面的 就会是它呢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 我第二个用要用完的这个底妆 是毛哥平的这个粉底膏 你看是不是很有进度 你们这样子看 反正这边就是有一个大坑 我每次都是把它这个伴侣 滴到上面一滴 然后霍一霍 然后上脸 它色号对我来说有点白 所以消耗的有点慢 但是它的遮瑕力啊 如果你要化舞台妆 那个遮瑕力真是天花板 好吧 天花板 就是中式房屋上面 这个防挤的高度 它的遮瑕力 在防挤 反正就是我明年会铁皮 或者用空两个粉底产品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以今年的经验来说 我应该简简单单 用完两个唇部产品 不成问题吧 你像 黑的这个唇蜜 我今年就外出的时候经常戴 然后用空它 很顺利啊 也没怎么样啊 有些都用到一半了 那我继续把它用空 不算 打狂语吧 然后呢 我最近特别爱用的一只口红罩 小样也是样 小呢 只是它的size 我们铁皮的时候呢 要以一个公平的眼光来对待 大的和小的 所以呢 我觉得我最近用 Tom Ford的这只小口红02号 用的特别多 你看就剩这么点了 今天用的就是这个 我觉得以这个频度来讲 2022把它用空 你们说有问题吗 最近我挺 又重新喜欢上了 用这个 阿玛尼的气垫 我今年如果想简单 拍两下出门的话 还是会去使用它 所以我觉得 就定着这么一个气垫用 没理由用不完吧 其他的你像 眉笔啊 内眼线笔啊 眼线液笔啊 那至少一个用完一个 就是日常消耗嘛 对吧 像睫毛膏 正常用完一只 就刚需嘛 没理由 用不完 刚需要用完的东西 对吧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遮瑕 我今年用这两个 遮瑕蜜 NARS的用的也比较多 但没想到没有用完 然后我今天给它们称重 我正好有这个新的囤货嘛 我称了一下 这么一只全新的遮瑕蜜 放在称上是24.4克 然后我这两只 一只剩21.7克 一只剩22克 应该都已经用掉了 二点几三克 然后它这个是6毫升的 加上一些挂币的用不完 我觉得就剩一少半了嘛 那明年把它们俩用完 应该没问题的 这个东西就图几笔 就消耗的很快的呀 根据去年 你看Overtake 这样子都被我啃出了 三个铁皮 还有一个Sweet Talk 那个亮片眼影的铁皮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明年就保守一点 因为没有什么 快要用完的眼影了 年末新买了几盘眼影 最近在用的都是新买的眼影 所以就保守一点 争取明年能用完两个眼影 就OK了 这个小菊花 我接着刷 刷第三个年头 我就不信把它铁皮不了 我一定能用完 这个倩碧的19号 用铁皮 绝对可以 那修容 至少铁一个吧 就像Hidden的这个 我觉得到不了51 它肯定会铁皮 甚至用空 然后Mac的这盘 我也会继续突击 我也还有其他新买的几个修容 也会继续突击 我觉得再用完一个 还行 今年的计划 应该真的还蛮保守的 那就让我们 不定是